大家好,我是老张 今天呢,我是来还债的 咱的债可不能再错了 之前我们说过啊 咸尾蛇点赞过万,立马就干 现在离一万只差八千四百六十七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吃人,吃蛇 蛇吃蛇 AKA咸尾蛇 北欧巨蛇,尺寸为何不如印度蛇王 相隔万里的文明竟然出现相同图腾 四千年前的符号 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一切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 欢迎收看走进贤尾蛇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 低于跨越最远的神秘符号 这条蛇,不对不对 这条蛇,从热带到寒带 只要有文明的地方 就有类似的标志 人类最早发现这个符号呢 是记录在三千六百年前的 埃及冥界之书上 贤尾蛇保护着太阳神拉 从东方走到西方 从年轻走向衰老 然后进入冥界照亮死者 并且摧毁了代表混沌的阿波菲斯 然后在复活之神奥西里斯的帮助之下 重获新生 让生者的世界开启新的一天 而到了北欧啊,这条蛇就更大了 巨蛇耶孟加德啊,是邪神洛基和 绝色貌美的女巨人安尔波大的后代 这个巨蛇还在小的时候啊 洛基的兄弟奥丁就觉得这是个祸害 给扔到人间的无底深海当中了 但是没想到这个耶孟加德 还是大到足够把深海环绕一周 虽然无法挣脱深海 但是呢,他把身体紧紧巨拢 咬着尾巴睡着了 据说等他从梦中苏醒的时候 就是众神的魔人 而在印度神话里啊 前面两条纤尾蛇的尺寸就是个弟弟 在印度神话里的蛇杀 是一个有一千个蛇头的纳加王 他的头啊,在宇宙中主宰着一切的星体 也不知道看见的那些星星啊 是不是就是他的眼睛 而在有的画像当中呢 他的形象被具象化 变成一条咬着尾巴的眼镜蛇 被他支撑起来的是天空 在他身上呢 是神龟俱立魔和几个大象支撑的世界 所以按照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比例起来算啊 埃及的蛇神这么大 耶孟加德这么大 蛇杀这么大 那么问题就来了 几个不同的文明相隔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会描述如此相似的东西 为什么咬着尾巴的生物一定要是蛇 不能是这个或者这个 难道在冥冥之中真的有一个我们不曾了解的存在吗 专家学者解释说 不同地区产生相同的图腾崇拜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物种与人的分布重叠 但是你说蛇这种变温爬型类动物出现在埃及和印度也就算了 出现在北欧神话里是不是有点牵强 这天寒地洞的北欧蛇是怎么生存的呢 难道蛇的传说是真的从埃及的神话经由菲尼基人传入了希腊 然后又从希腊传播到了斯坎迪纳维亚半岛吗 经过一番调查呢 我发现了一个真相 斯坎迪纳维亚半岛上 真的有蛇 而且还是剧毒 叫做北极奎 并且在芬兰呢 还发现了距今四千年前的蛇杖 摩西你的手杖找到了 这贤尾蛇啊 贤尾的为什么是蛇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是没钱还是单身 一点都没错 正确答案就是死亡 从一出生 我们的归宿啊就已经被决定了 上至君主下至平民 没有人能够躲开死亡的追捕 但是蛇似乎就有能够躲避死神的技巧 对于古人来说 蛇能够在冬天死去 然后随着春天万无复苏而复活 而且褪皮以后的蛇 整条焕然一新 仿佛重获新生 而且呢 人类想要用武力战胜其他人啊 就得变成战士 需要经过不断地磨练记忆 和强健自己的体魄 但是不少的蛇呢 天生就具备一击毙命的武器 毒液 不管你多强壮 一口就白白 所以蛇这种生物啊 既能够抵御死亡 同时还能置别人于死地 简直就是人类对于死亡 既崇拜又恐惧的这种 二元性完美的结合体 而且蛇啊 同时还有暴卵的器官 用身体把蛋保护在中间 所以一个既可以逃脱死神 又非常致命 同时还有保护后代习性的动物 自然就成了图腾 受人膜拜 而咬着尾巴形成一个环形 这个动作给蛇涂腾 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核 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圆 它不但影响着几千年前的古人 而且直到今天呢 依然完美契合了目前的科学思想 从古埃及开始 人们认为它是神赐予人的神圣图形 贤尾蛇循环往复代表了太阳圆盘 以及太阳东升西落的循环过程 哲学上呢 柏拉图曾经描述过一个处于自我吞噬状态的宇宙原始生物 不停原地旋转 自喜自足 而且拥有无上心灵 所以不需要朋友的一个完美封闭状态的生物 它描述的这个概念呢 和贤尾蛇完美吻合 炼金术师们认为 贤尾蛇倒出了生与死的循环规则 第一天应该决定的最后一天 就像蛇的尾巴应该回到它的嘴巴里一样 开始就是结束 而结束同样也是开始 化学家弗里德里希 在睡觉的时候 梦到一条蛇咬着自己的尾巴飞速旋转 惊醒的一瞬间呢 悟出了本的结构 本环 而且贤尾蛇还代表了 如今人类感知世界的两大手段 那就是面对浩瀚宇宙的相对论 和面对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 当我们从宇宙出发的时候 一切都仅仅是一个小点 穿过浩瀚银河 聚焦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然后穿过组织透过细胞 进入原子和粒子的世界 会发现呢 一切又回归于一个点 当我们越能了解这种微世界的动静 我们就越能去解释 整个宇宙的运作规律 一个小小咸尾蛇的符号 却包含了莫知其始 莫知其中 其大无外 其小无内的宇宙法则 而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乔治·帕里希呢 他发现了从原子到星系尺度的物理系统中 无序和长落的相互作用 或许有一天 当我们能够破解咸尾蛇 首尾香蕉部分的秘密呢 我们就能在黑暗森林当中 占有一席之地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会想 难道一个四千年前的图腾 能告诉我们世界和宇宙的本质 是古人太聪明了 还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地球人 在这儿不必慌张 让我们再请出一位古人 为我们解释一下 2500年前老子就告诉我们了一个 可能的答案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天地万物的存在呢 原本没有额外的意义 仅仅是因为存在而存在 古无名天地之始 但是我们人类啊 用有限的想象力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赋予了万物与意义 所以有名万物之母 万物虽然不会根据我们的想象力 自己变化 但是我们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 可以随时赋予他们新的意义 所以想象力啊 是个好东西 当它遇到思考呢 就会给我们带来进步 遇到偏见 就会出现阴谋论 遇到抽纸 感谢观看 就会变化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